说到大富豪,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嘉诚,其实马来西亚也有一位低调的富豪过赫年,他的身家和李嘉诚比真的一点不差,而且他已经连续缠连12年马来西亚首富之位,只因太低调。 所以比较少人知道,郭赫年是一位精神奇才,他出身于一个华商家庭,家族以经营农产品为主,在他25岁的时候,郭赫年就开始接管家族生意,妥妥的,就是继承家产的富二代啊,之后他还在大马开了第一家堂场,最后奋斗成为亚洲堂王。 小巴都想偷偷的迷惧他们家的孩子,会不会是池塘长大的? 如今郭赫年涉及的业务,已经涵盖多个领域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。 包括著名的香格里拉酒店,也是他旗下的无产业,目前香格里拉更已发展成为亚洲区最大的豪华酒店集团。 郭赫年也成为当之无愧的酒店大王,身为精神奇才。 郭赫年获得过非常多荣誉,当年在央视的经济年度人物晚会上,他就获得过终身成就奖。 郭赫年的感情路,也是很简单。 郭赫年,曾有两个夫人,共遇有八个子女,其中最为人知道,就是他的长子郭孔成。 郭孔成曾跟邓丽君又过一段轰烈的恋情,在聚会相识的两人,很快就坠入爱河,并订了婚。 本来两人的感情发展得很顺利,没想到最好还是没能走到一起,都数一入桃门深四海。 当然,想入豪门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豪门都希望嫁进门的媳妇少泡头露面。 这就意味着要改变,要放弃。 邓丽君在歌唱事业上的成就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,让她放弃,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 邓丽君的事业就像她自己的孩子一样,让她抛弃自己的孩子。 是不可能的,所以成恒之后,还是决定放弃结婚,继续唱歌事业。 小八认为,邓丽君的做法,是很多事业型女性都会选择的。 放弃爱情不是不爱,只是现实让人不得不放弃一代刻骨铭心的爱情。 两人分手后,邓丽,军中身位下,郭孔城只娶了日本姑娘尤梅子。 据说郭孔城妻子的侧脸很像邓丽君,究竟是真爱还是替代? 这个就只有他们本人才知道了,大多数富豪不仅财富多,而且家族庞大,人兵兴旺,很多都老来的子。 比如杜王和洪生,78岁才喜个小女儿和超新,而同样的,郭鹤年现年已经95岁高龄,但他最小的女儿郭艳光才28岁。 郭艳光是标准的90后,白富美。 在父亲的教育下,他一直很低调,很少在媒体上露面,与其他都折上新闻的富二代相比。 郭艳光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 郭艳光在香港读完大学后,考入了斯坦福大学。 他不仅是学法,而且很独立,大学时就尝试创建,毕业后创办了一个奢侈品二手网站。 他开了线下实体店,经营起自己的小事业。 郭艳光的梦想是打造一个奢侈品帝国的咸鱼。 很多明星,像舒淇、李嘉欣等都把闲适的奢侈品放到他的网站上交易,做为一名颜值超高的富二代。 郭艳光并没有像其他富二代一样,惹中聚会和夜店,也从未爆出过什么丑闻。 反而从小就努力学习,毕业后专注自己的事业。 是一个很拼的富二代,看完郭鹤年的奋斗经历和他不仇吃穿一旧努力创业的小女儿。 小八只想说一句,比你富有的人还比你努力,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? 小八只想说一句,比你富有的人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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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我富有的人。 感谢观看